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将会是这个活动的终点 而这里就是玉舍小村 第二天早晨 我们去了玉舍著名的海南咖啡店 同乐园吃早餐 这里的面包和咖啡都非常棒 我也从玉舍的居民中了解了下午的这场绕镜 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 原本是每五年绕进一次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延迟到现在 而这个礼俗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 吃完早餐后 我们下一站去了玉舍福德店打不公 这间庙宇就在河边 感觉非常清静 我们待了一会就前往老港圣民庙 由于圣民庙参与了今年由北地庙举行的绕镜 我才有这个机会体验一下预设居民的文化礼俗 说起来还真要谢谢盛民庙的礼师 更要感谢他们的招待 从住所到接送到每一天的用餐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等待参与这项绕镜活动的心情 是非常奇妙的 又紧张又期待 尤其是当从马六甲到来的三潭先锋队 开始他们普安小法请神科一时 就开始感觉到那不一样的气氛 这次参与北地庙绕镜的人数最少数千人 参加队伍也非常多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辆汽车的后备箱是装满音响系统的 听说这次的绕镜有超过六公里 就不知道我是否能走完 毕竟我还背着一个相机背包 又要拿着相机和稳定器 又加上我的脚伤 默默地我希望我能够坚持 这次的绕镜让我体验到 预设居民团结的精神 居民都会把大门打开 有的还在门口摆了桌子和供品 这让我非常羡慕 就这样我就跟随大家 一路走一路拍摄 一路上预设的居民 几乎每一家都站在街上观看 这已经不是一场庙宇举行的绕镜 而是一个小村的活动 全村居民都参与 绕镜中途 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一位跟着团队走的居民 突然问了我一句 武娃哥 你需要我帮你背你的背包吗 我知道你脚疼 我回答他说 有需要时 我可以把背包放在车上 可是他的举动触动了我 走了几个小时 我们也走到了这次绕镜的终点 这次的绕镜 我的感触很多 玉设小村 是个人情味爆棚的地方 感谢玉设人民的照顾和招待 魏妙宇文化传承 做出小小的贡献 我是数字自媒体的武娃哥 玉设小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